那時候就是日本的疫情開始嚴重 那不然在台灣待久一點 家教網認識的 第一次見面然後阿格力的證據寫的 從這裡開始現在都大肚子了 其實我們是那個交友軟體認識的 對!說的對! 不是啦!不是交友軟體認識的啦 是家教網認識的 對 我們說的是真的 因為那天其實我就是去學日文 然後SHOKO是我的先生 對 他是我人生中第一個家教的先生 因為當時是去年嘛 然後我經常來台灣旅遊 然後因為台灣有朋友 所以每次來都會待滿長時間的 然後那時候就是日本的疫情開始嚴重 然後就想說 那不然在台灣待久一點 順便那個旅遊 打工旅遊的概念 因為那時候台灣疫情控制的滿好的 對! 所以就加入那個104家教網 是104嗎? 對!這不是業配 不是業配 如果業配的話就好了對不對 然後我有登錄那個老師嘛 然後就收到阿格力的 詢問啦! 因為有些老師他教的是比較進階的 有些老師教比較初級的 所以也要先聊一下說 雙方那個有沒有符合鼻子的需求 對!那 SHOKO是說50音他也可以 因為我那時候是零基礎 50音最好教的啊!很簡單 你知道多簡單嗎? 那天我們見面第一個小時 他就教了我25個50音 50音已經教了一半了 而且不是教怎麼寫怎麼唸而已喔 而且連單字都教 所以那天呢 其實我覺得最緊張的不是我 是SHOKO 因為教的超快的 其實我那天 剛進去 看到你 我就覺得你很緊張 因為他就這樣 嗯嗯 對! 然後頭抬了一下看了一下我 因為我那時候剛開始就是 當老師 對!去家教 所以 都會有自己的規劃 所以今天要教什麼去 都沒有在管學生程度 但是阿格莉很厲害喔 我說什麼都很快就要好 好 沒有!你知道嗎? 不能丟臉 因為那個老師是正妹 所以如果那個表現不好的話 會覺得說 你是會覺得我很笨 然後就是這個 那天第一次見面 然後阿格莉的證據 寫的50音 對!50音 我那天覺得阿格莉很搞笑的是 我叫他寫嘛 然後他寫完之後 自己在那邊說 為什麼寫得這麼醜啊 對對對! 但是不是搞笑或引起你注意 是我真的覺得 然後我當時覺得 欸!確實寫得醜 但是... 確實寫得醜 講出真心話 當時候賺錢的時候說 欸!不錯啊! 對啊!我有講 現在已經不用賺錢了 對啊!哪有說學生 欸!真的滿醜的這樣 愛的教育 愛的教育 愛的鼓勵 對! 現在看這個覺得 有點蠻感動的 蠻感動的 我哭了 為什麼哭 是錢付太少的意思 因為從... 從這裡開始 現在都... 都大肚子了 那你等一下 站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等一下我現在 下面是穿那個... 房間的褲子 對!就是肚子你看 已經... 下面穿的這個褲子喔 是我從日本回來 然後買給阿哥莉的 但是... 現在都變妳在穿 都變我穿 其實我們的衣服都... 都會互相穿啊 應該說妳都在穿我的衣服 對!阿哥莉不會穿我的衣服 這個改天再拍一集 愛哥子老公的好處好不好 不高 但是好處其實還蠻多的 所以那天呢 學日文學完 妳...妳的心得是什麼 心得 對! 沒有什麼 只是想要快點回去接另外一個學生 對! 嗯...就是... 當時肯定是妳也覺得我是... 老師 對! 然後我就把妳當學生 所以都不會想很多 嗯... 只是現在到... 交往之後 然後結婚 然後懷孕 到現在 才會回憶 當時是... 都很好笑的事 對! 所以呢...其實Sogo在教真的是很緊張 但是第一次啦 上天其實我也很緊張 雙方都很緊張的情況下 完成了我們第一次家教的旅程 我真的沒有想到會...到現在這樣 妳有...妳有感覺到什麼... 欸...會不會以後會怎樣怎樣 沒有...我光那天...那個25格 我光要記起來 我頭就快瘋了 還想說什麼要... 這個女生怎麼樣 根本沒有時間想那麼多 對! 一小時十分鐘我還記得 要寫25格 又要...又要寫 然後... 每一個... 50音都要唸一個探子 而且我為了不要丟臉 還要快點把它記起來 因為妳知道嗎 學歷高的有時候會有這種包袱 欸... 確實我當天有感覺到... 欸...這個人... 比我聰明 哈哈哈... 但是教他的話 他會說... 欸...我們要不要怎樣怎樣啊 反正意見也蠻多的來的 但妳應該也有控制 對!因為我覺得說 欸...老師妳到底有沒有在規劃 不行!妳這樣... 我會浪費我的終點 可以... 要有效率的情形 所以當天就教妳很多啊 是不是? 是啦!但是日文呢 從那時候到現在就沒有進步了 自從教完後日文就沒有進步了 欸...那我現在... 考... 一下你51音 好嗎? 導致我已經忘了 妳隨便問我一個單詞 妳覺得我記得起來了 啊...好 這個... 妳肯定知道 Takuang Takuang 是醃蘿蔔 妳看...我還記得 欸...對...我想起來了 因為那天佳教之後 我們互相都有LINE嘛 然後過幾天阿哥利 有給我發... 啊...那個... 他在吃... 那個...炸豬排 對... 然後旁邊有個小菜是... 醃蘿蔔 順便複習啊 然後他就發給我 Takuang 我就覺得這個人... 欸...蠻可愛的...蠻好笑的 欸...我還特地去下載那五十音輸入法 然後那邊一個一個一個長 對啊...不然怎麼會打 然後... 偷看筆記... 哦...Takuang 然後...看那個字 因為...還記不太起來 對啊...所以反正... 我們第一次其實是佳嬌認識 不是夜店認識啦 好不好 你長得就不像你會去夜店這些人啦 不是假的就是... 感覺啦 我人生中... 從來沒有去過夜店 大家相信嗎 大家應該相信吧 是你看起來去比較多次啦 但是現在... 已經畢業了 已經畢業了 早就畢業了 那現在最想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最想做的事情... 賺錢旅遊 賺錢旅遊啊 要環遊世界 最後呢跟大家講一下 那天其實上完家教 還有發生一件事情 我們就接下來... 看下去 然後呢...那天家教完之後 我們兩個就一起到這個... 成品南西店去買書 買日文的書 因為家教基本上都是在咖啡店 就是...教完之後 就在那裡擺擺嘛 然後阿哥那天第一天就跟我講 讓我陪他去買一本... 就是...日語的... 嗯... 學習的書 這個我要講啦 因為你根本沒有準備教材 我當然要... 請老師帶我去選一本啊 我有準備好嗎 可是你準備的書 只有你有我沒有 這是什麼準備 對...老師專業業一點好不好 好啦好啦 那天根本不是要追你 那天就只是真的要買書 我想說 老師你好歹 你準備個教材吧 然後一本多少錢 你給學生 然後學生給你錢這樣 啊...反正每個人的教法都不一樣 是啊 反正... 那天我沒有帶教材 所以我們才... 有...就是...怎麼說呢 沒有...我跟你講 為什麼那天... 你知道那天為什麼我們一下子就... 我們那天就是站在這裡 討論...就是說... 接下來要買書 你... 你忘記那天為什麼會... 在這邊討論嗎 是因為你太早進去那家店了 所以我們原本說 要那個... 交一個半小時 結果只交了一個小時 十分鐘 就被趕出來了 而且我是付你一個... 半小時的錢 是不是 我想起來了...然後... 然後... 你就直接... 付給我的錢嘛 然後說... 那剩下的時間就可以... 就一起去買... 對啊... 所以買書其實也是有付你錢的 那也是家教課程的一部分 不要一直錢錢錢好不好 現在都... 反正我們都結婚都不重要 對... 然後那天啊... 你知道嗎 其實選完書 我其實有點傻眼 因為在選書的過程中 你選給我說裡面... 說是有發音的 我回去可以自己聽 可是我就跟你說 可是我家沒有光碟機 這... 這都要用光碟的 你有說嗎 你完全都沒在聽 因為我... 在那買了兩本書 那個... 根本沒有MP3 都是光碟片 我回家根本找不到光碟機 可以播 但是啊 我跟妳一起買書的時候 我就想 我還有下一個... 就是學生要叫... 快點姐姐 我要... 打捷運 去下一個地方 對... 最要錢是不是 其實妳啊